好女人的四个标准来自村长的有问有答 标准一 身体健康 同学是这样问的 我经常生病是哪里做错了 村长回答 我们说有一种人叫坏女人 经常生病是坏女人的表现之一 因为你承担了很多不该承担的责任 你经常为了别人的眼光去做一些事 表现为你是一个好人 其实在我们眼里 你这就是坏女人 一个好女人应该是健康快乐 轻松生活的 标准二 心情愉悦 同学问 我理解好女人是除了做一个快乐的自己 做喜欢自己的分内事外 什么都不做吗 曾长回答总觉得很到位 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 哪个人能做都什么也不做 所谓的好女人什么都不做 主要说的是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 不要去瞎折腾 不要去作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做好自己 做一个快乐的女人 做一个健康的女人 这就是一个好女人 标准三 管好自己 同学这样问 学着做好女人家庭和谐了 生活中我时常用村长说的那句 关我什么事提醒自己 整个人变得轻松自在 家庭更和谐了 村长回答 很好 其实很多事情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把自己搞好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使命 最大的责任 就是要把自己整好 自己健康 自己快乐 自己赚自己那份工资 对得起那份工资 在家庭中 大部分人是操不该操的心 替孩子操心 替父母 丈夫 妻子 同事操心 在我们眼里 这些所谓的操心 所谓的热心 劳累在我们眼里 都是不值得的 给其他人带来了很多的伤害 而不自知 标准四 家人健康 同学问 我丈夫患脑梗一年多了 右侧身体偏瘫 能煮拐杖走路 但他不爱锻炼 我怕他锻炼少 造成肌肉萎缩 一直拉着他 强迫他锻炼 为此总发生不愉快 我这样做算坏女人吗 村长回答 你能有这样的认识很好啊 你有这样的疑惑 这也很好 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坏女人的表现 强迫锻炼没效果 他为什么不锻炼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老强迫他锻炼 他为什么生病 你知道吗 跟你有直接的关系 你有躲不开的责任 你意识到了没有 脑梗是他想不通啊 他思想里有堵塞 你整天想要使唤他 因为妻子位置摆得不对 你丈夫肯定有他自己的问题 但这里不讨论他 好女人和好男人 是成双成对的出现的 坏女人和坏男人 也是成双成对的出现 大家找好自己的标准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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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